前身是雅士都飯店的花蓮東旭關海酒店 在2021年才剛接手營運 没想到现在却因为建筑物主体耐震力不足 业者决定从3月份开始暂停营业 并且在3月11号12号1点2天 推出了清厂打拍卖 吸引了不少民众前往抢购 花蓮东旭关海酒店前排出厂厂人龙 他们不是要来住房而是要来抢便宜 前身为雅士都饭店的花蓮东旭关海酒店 在2021年才刚接手營運 没想到现在却因建筑物主体耐震力不足 业者决定从3月份开始暂停营业 并在7月12号1点2天推出清厂打拍卖 原价一套4500元的沙发 现场只卖1500元 还有许多餐具同样都是炒茶折扣 想买哪些东西 没有就是看有需要什么都买什么 这个是 这个是他们准品用的 平常你是刚好也是从事这个行业吗 对对对对 就看看喜欢的就买 对对对对 没有特别说是什么 对啊对啊 是折扣折扣大 对啊 你看打到骨折了还怎么办 老板本来昨天在的 但是太伤心回去了 像这些必需品啊 还有一些器具啊 还有办公桌的柜子啊 这些都卖啊 沙发都卖 对对 然后床 所有的布巾啊 背品啊 这些通通都卖在二楼 另外饭店大厅的大型摆设 知名精品与知名插画家联名的巨型涂鸦雄 全台只有三只原家要台币25万元 现在拍卖只要16万元 吸引不少收藏家都致电询问 经理严厉华表示 虽然乡亲很踊跃协助成狗退场 但真的有些不舍 希望透过折扣回馈给华联乡亲 但拍卖物品数量有限 有兴趣的民众得趁早抢购 记者 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